富岡渝港北方的著名风景区小野柳 历经白鹿台风过后 出现了大量的垃圾和漂流木 而为了维护海岸景观和生态 东莞处以及台东荒野保护协会 特别号召民众一同的来进滩 将观景平台处的垃圾清理完毕 其他地方仍有垃圾的残留 东莞处也表示 欢迎民众上网登记前来进滩 东莞处将备有进滩的工具供民众来使用 放眼望去 沿岸的景观被大量的漂流木覆盖住 这是东海岸著名风景区小野柳 在历经白鹿台风过后 海流将大量的垃圾以及漂流木冲打上岸 大幅影响 以地景文明的小野柳景观与生态 为了尽速恢复沿岸的环境 日前东莞处与台东荒野保护协会合作 号召民众前来进滩 短短一个多小时便清出40公斤的垃圾 然而风景区仍有垃圾残留 东莞处表示 后续将办理进滩活动 目前时间占定于9月底 小野柳部分的话 就是北边地质公园跟南边海滨步道这边 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自发性的来 帮我们做进滩的活动 东莞处也指出 随着全民环境保护医师的兴起 近来有许多民众及民间团体 自发性办理进滩活动 东莞处与民众共同守护环境 民众仅需上网预约进滩时段 东莞处将备有进滩工具 供民众使用 并会准备精美小礼 也将发与学生公共服务时数的认证 都是人为垃圾 就是保特品 玻璃 还有什么那个 就是以往那个线有没有 那有比较多 期盼全民共同维护环境 一同参与进滩活动 让美丽的海岸线得以永续保存 记者江碧任台东综合报道